释迦佛陀当年只说了一种冷言咒,为什么现在会流传几十种不同版本? 普天之下的庙宇都在念诵冷言咒。 其中有的戒场不念诵冷言咒,还不能受三坛大戒。 然而冷言咒目前就有几十种不同版本,从八百多字,六百多字,乃至最短的两百多字地都有。 难道是释迦佛陀当年说了这么多种版本吗? 南摩第三世多结强佛法因中告知世人,释迦佛陀当年应激传咒时,只传了一部冷言咒。 佛陀的法语犹如晴天霹雳,让我们如梦方形,提示我们几十个版本的冷言咒中,正确的只有一部,其余的都是假的。 如果念诵不正确的冷言咒,我们到底增长的是功德还是黑夜?能成就还是堕落?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 这些不正确的冷言咒版本可想而知,都是被妖魔篡改毒害众生的。 同理难道其他的某些经脏就不会被妖魔篡改?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,因此身处末法时期的众生,只有公文南摩第三十多结强佛亲说的法因。 他是修行,公行并进,才能成就解脱。